選擇畫曹昇魚 選擇畫曹昇魚 最主要是我認識的運動 而拳擊是我其中一項認識皮毛 所以就直接地畫 選擇曹昇魚 考慮就是大家都想著 這個運動的香港之光 一定是選擇曹昇魚 畫曹昇魚最難的地方就是眼神 台上和台下絕對是兩個樣子 台上的眼神非常距離 台下的眼神非常長 中間畫的時候都會遇到幾多問題 因為我畫的時候 我會找到大量相片來參考 但全部都是一些台下的資料 畫的時候我不斷不斷提醒自己 和不斷不斷地改變 我會將平時在看比賽時很銳利的眼神 融合在硬度中 將兩樣東西合在一起 這個位置真的要靠想像力 不是靠機性 大隻了很多 是這樣的 我們畫畫的時候總是想畫版大隻一點